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70年 刘伟明率领帮众重新崛起复兴四海帮 被视为新四海势力的领头者 对四海帮势力发展有重大影响 2009年 刘一新参加亚洲小姐竞选 电军及完美体态大奖得主 后转站商场与日本怪兽美妆学院合作建立美妆品牌 并与友人在内湖合资花店 选美出身的刘一新身材样貌都很好 更获得过美兄皇后的美称 刘一新选美之后就火速参加综艺节目增强自己的名气 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 靠作出名也成为她的一个手段 不过 今年36岁的她依然保养得很不错 在娱乐圈发展一般的她也早在2017年的时候嫁给了台湾富商林志龙 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事实上 两人刚结婚时 外界并不看好 刘一新经常上不同的综艺节目 那些年 她还拿过康熙转台王的冠军 可想而知 她的观众员很一般 林志龙早年是台湾著名主持人 之后还经商 成立了老虎牙子 身家几十亿 是名副其实的富豪级人物 因此 两人当初公开恋情时 大部分网友都无法接受 虽然刘一新是嫁进了豪门 但是丈夫林志龙可是比她大了足足24岁 今年60岁的林志龙也不像那些会保养的男明星 苍老的样子和36岁的刘一新同框 很明显更像是妇女 虽然丈夫的年龄和自己的爸爸一样大 但刘一新和丈夫的感情非常好 从她日常跟大家分享的动态来看 她们夫妻平时的相处很亲密 比很多夫妻都要恩爱 夫妻的合照里面 很多都是两人肢体接触很亲密的照片 不是林志龙靠在刘一新的肩膀上食指相扣 就是刘一新亲吻林志龙的照片 林志龙从后面环抱刘一新脖子的照片 看得出来 60岁的林志龙还是很有活力的 但是无奈她的年龄感确实很明显 跟娇妻在一起的时候 光看脸真的比较像她爸爸 婚后 刘一新积极备孕 2019年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刘一新对于夫妻之间的日常 也是非常大方感说 她甚至跟大家分享 丈夫帮自己洗澡的事情 刘一新还说 跟老公洗澡的时候 会布置得很有情调 包括灯光 戏粉 音乐都要布置好 她认为这是能让幸福升温的方法 四肢鲜瘦的她为了生孩子 约胖了十公斤 今年5月 刘一新宣布二胎出生 是一个双子座男宝宝 消息一出 网友们立马留言恭喜 刘一新表示 她生女儿时花了足足12个小时 这次只用了一半时间 便顺利产下儿子 宝宝体重6斤左右 十分健康 儿子的出生日期 跟老公林志龙生日是同一天 老公忍不住激动落泪 不过 刘一新的生产过程就有点一波三折了 由于最近是非常时期 原计划在大医院生产的她 临时被转到妇幼诊所待产 产前最后一次产检 医生还发现 宝宝在腹中被脐带绕紧二圈 让她担心不已 整晚都睡不着 幸好老公很贴心 一直陪伴在身边安慰她 她才逐渐放松下来 并顺利诞下儿子 刘一新还大方分享了一家三口的合影 照片中 她穿着橙色衣服 一头长发随意披散着 再当妈的她 难言喜悦之情 刚出生的儿子被妈妈怀抱在怀里 从她的五官来看 感觉长得比较像妈妈 估计长大后会是一个帅哥 事实上 60岁的林志龙 是第三度当霸了 她认识刘一新之前 还结过一次婚 对象是大美人戈伟如 戈伟如是家有先妻的女主角 曾被称为台湾第一美人 林志龙取得交妻又老来得女 晚年生活可以说非常惬意 但是她和前妻的儿子就不太开心了 林志龙身价不菲 名副其实的富豪 条件优越的她自然吸引到不少女孩的目光 年轻时 她选择了戈伟如做自己的另一半 两人婚后育有一子 可惜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四年 便离婚收场了 戈伟如和林志龙离婚后 虽然不常联络 但仍保持友好关系 尽管没见过刘一新 但对于两人的婚讯一点也不意外 且认为他们早就该结了 除此以外 戈伟如更大赞前夫是好男人 并夸对方父母人也很好 恭喜一新 会有很好的公婆 还认证刘一新 与自己和林志龙的儿子相处融洽 戈伟如和林志龙离婚之后 儿子判给戈伟如抚养 不过 林志龙每个月会给生活费 可惜林志龙和前妻的儿子 完全没有遗传到妈妈的颜值 倒是长得跟爸爸很像 林志龙的儿子今年25岁 和爸爸一样 都是比较显年龄的长相 看起来甚至没有后妈刘一新年轻 据报道 妓子从不叫刘一新继母或小妈 都是直接喊刘一新的名字 在得知后妈生了女儿的时候 据说她十分不开心 生怕妹妹出生后 会抢走爸爸的爱和财产 幸好 事件很快平息 当时 她大学没毕业 就在爸爸林志龙的公司工作 本来一直以为自己是 数十亿家产的唯一继承人 没想到 现在冒出了个后妈和妹妹 现在还多了个弟弟 不过 大儿子也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也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尴尬 婚后的刘一新过上了梦寐以求的阔太太生活 住的是豪宅 开的是豪车 交往的全是有钱人 小儿子出生前 林志龙租下了一艘豪华游艇 大半盈盈派对 派对上 女主人刘一新如众星捧月般 被一众好友围着 风光无限 老公对自己这么好 刘一新这次真的嫁对人了 难怪婚后她每次出镜都笑容满面 不过 婚姻中也免不了小争吵 刘一新说 自己第二胎比第一胎容易试睡 中午一定要午睡 还笑说 真是天使宝宝 强迫我一定要休息 之前怀女儿时 我工作到晚上八点 刘一新运期没有不适 但刘一新表示 最近突然感觉心脏附近抽筋 期间有四次 还因此挂急诊 她说 我先生很紧张 还好照了心电图都没有问题 不过 后来刘一新有与医生朋友聊到 心电图要在有状况的当下检查 还好半小时内赶紧就医 她觉得 可能是怀孕平时抱着女儿挤压道 所以才有抽筋的感觉 不是心脏本身 感觉是心脏跟胸部卡着了 刘一新是个工作狂 她生儿子前还跟林志龙翻脸 她还自报第一胎产后住院 第二天牵程就送到面前让她牵 刘一新在月子中心时 有一天 老公林志龙打电话来问吃饭了没有 刘一新还想说 她怎么这么贴心 结果竟然是要她面试员工 林志龙看完觉得不错 希望她也面试 结果对方来月子中心服侍 刘一新还透露 我都要临盆了 至少周末不要让我加班 睡前不要问我数字等问题 怀孕期间 刘一新有跟老公反应 不过 林志龙还是太过依赖她 忍不住会再三向她确认 让她非常崩溃 沟通是解决婚姻问题的一把钥匙 也是最重要的钥匙 俗话说 夫妻之间没有隔夜愁 夫妻之间的相处 难免会遇到一些磕磕碰碰 在细节中 给予对方更多的关心和体贴 互相包容 好的婚姻 不是找到一个永远不吵架的人 是找到那个吵完架后相互理解的人 要想让另一半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那么首先 你需要变成一个好的另一半 近日 刘一新生完孩子后 在月子中心休养 因之前是超级工作狂 在月子中心 反而是她难得享受悠闲放松的时刻 刘一新笑称 好险 她没有因为生完孩子而地位下降 老公还是相当宠爱她 为了让她在坐月子时 随时可以看到女儿 当初直接订下两间豪华大房 让全家住在同一栋楼 刘一新笑说 别人在家防疫 我是在月子中心防疫 而且月子中心像度假酒店 吃好睡好 老公跟女儿住得比我更开心 不想走 刘一新说 工作累了就参加月子中心的瑜伽课程 彻底伸展筋骨 矫正产后身形 完成工作剩下的亲子时间 她都能就近完全陪伴两个孩子 老公贴心举动 完全打中她效率狂的个性 刘一新大赞 住得比自己家还舒服 不止睡得好 也吃得好 全家人起居 自创成一套超享受的 月子中心防疫作息 刘一新坦言 本来她很担心因为疫情关系 坐月子的期间会很难熬 但月子中心依旧提供妈妈最爱的洗头按摩跟密乳课程 让她在虚弱期间还能完全放松疗愈身心 完全抛开平常紧绷的女强人模式 不仅刘一新完全抛开平常紧绷的女强人模式 老公也深情地跟她说 因为疫情改成家居办公 又刚好住在月子中心 让她第一次拥有跟家人长时间的天伦之乐 看着女儿跟老公都住得比她还自在开心 完全不想走 刘一新感动地说 深刻体会到 家人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 这句话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